開局非常喜劇性 大家都吃了不少的取熟機會 奧蘇利雲繼續採用上一場 比較特別的發球方法 因為一般來說 把白球放在綠和啡中間 會是打對紅球 螢光幕右手邊 剛才是打螢光幕的左手邊 很大程度都是因為 他的GQ和貼頭 都未是他自己最深水的反應 可能這裏就是因應一些角度 去做一些調整 是的 我們在這次比賽裏 亦都接觸過他 他都經常提到這個問題 雖然我知道很多球手 遇到這些問題 就會進行更多的練習 相反 奧蘇利雲在今天的較早時間 其實很多球手會去練蹶球 結果就走去打比音波 台灣也是叫蹶球的 比音波 去了尖沙咀 找個地方 見到一些老友 和比音波 而且我記得好像不止他的 是的 還有韋德 因為韋德 和打乒乓球的那位人士 非常之相熟 可以視作一個賽前 挺好的心理上的調劑 輕鬆一點 打一下比音波 以一個靠輕鬆的心態 去應付這一場的決賽 對 我們的確看到羅伯辰 他在今季想轉打法 我們過往曾經 在早一兩個球季 看到他 將他的遊戲 一直變成一個防守型的球手 但看來他的確 這場比賽看來就精彩了 兩個球手的火力都這麼強勁 兩個紅球都不理想 是的 他說要防守 不能勉強 右下方 底 底 底 這些球加了一些左手邊篩 打過白球的左半部分 正正奧索利雲 因為不太適應貼 和想換個Q 加上同嘴的問題 所以令到他在一場四強的時候 一度不太適應加篩 突然有一段的表現 是走了養的 是的 甚至乎他在底港第一、二日之後 已經表明了 回到英國 打算練招 但是換Q 非常講緣分 有時候 無論那些尺寸 粗幼、長短、重量 全部都是自己的心水都好 但是木打下去的反應 不對就是不對 所以說穩Q 不是說穩 穩到一支Q 就可以上台打 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去選擇 選對之後還要去適應 所以說職業手來說 每一次的換Q 都可以說是非常大的工程 亦可以在這裏跟大家說一說 為何他會用了一支Q 那麼久 不對呢 因為始終有部分看球的朋友 未必那麼熟悉這部分 這裏留下了一個容易的機會 先前說到 為何奧水龍用了這支Q 那麼久 忽然間會不對呢 因為他在這支Q的頭的銅箍 之前的銅箍就打到小了 用得太多了 損耗了 然後他就去換那個新的銅箍 換完之後他打下去的感覺完全不同 所以這位球手就想去換那支Q 還有或者不單止感覺不同 打下去的反應也不同 當然 那現在羅伯臣為何對著代口球都等那麼久呢 因為他在那裏部署 在黑球Sport 附近那裏有個紅球 他一直在裝這個紅球 夠不夠進去左下角尾袋 因為如果黑球放回Sport 之後 如果這個球夠進去的話 其實他很容易可以拆空到黑球Sport 出來 這裏要了解得很清楚 放回黑球最接近 不過這裏你現時都沒有選擇了 你送到這個位置一定要打黑 那就是那個部署 黑球Sport 應該影響不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要盡快把最低的紅球打入 有點失控 他把白球送到這個位置 即是他較早之前了解過的形勢 他判斷黑球最接近 左方這個紅球 是進不了左下角尾袋 甚至乎可能黑球夠位 剛才的情況是特別理想的 對於他來說 是啊 最慘的現在一個紅球不夠 正如你之前所說 之後要盡快把左手邊鎖 第二紅球打入 嗯 但是就入局來得比較慢 一個容易的開始 但是一次白球的脫位 只是得到8分 也都上一局 始終上一局 他應該得到局分的時候 即是錯失了局分 對他心理上是有一定的打擊 更加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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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介意讓羅伯臣看到最左方的紅球 因為很難打球 而亦都用到黃球、藍球 擋住羅伯臣去打一些紅球 透過右方的紅球 去將白球送到上方的線路 而如果選擇左下方的線路 將白球送走 就需要避一些球 亦都增加了一些難度 避到 但是白球避不到咖啡 即是說蘇利為埋利 就有枕手 無論是作出進攻或者防守 至少白球的操控會容易很多 是啊 因為桌球運動裡面 你一路埋桌的時候 你盡量要增加你的對手 對手的麻煩 你一增加你的對手的麻煩 之後 相反你埋桌的時候 你得到容易的機會更大 嘩 這個遠桌進攻也不太離譜 有一些中袋機會 合不合適把白球推出來 要求和這個左中袋的機會 要對到很厚直 看來角度偏斜 看看他找到一些線路 他需要避球 他需要避球的 在裡面見到中間 紅球中間有些縫位 要利用那個縫位去把白球送去 一個更加理想的進攻位置 也就是白球也在紅球中間鑽過 太多了 好 好 OK 空滿壓力 暫時解決到這個黑球的pop球問題 不過白球還未完全送入位 薄不薄 好 左上角尾袋 有枕手 近球 角度偏厚 薄的話 就這樣推上去 而推那個 幅度也可以不太大 因為未必要推一個藍球 接近厚球的回合 甚至可以推到綠球 粉紅球都可以 粉紅球都可以 你推上去 不過多數會留下機會 你推上去 這個進攻就豁出去了 沒問題 剛才這個進攻裡面 最吸引就是白球和紅球 構成一些偏後角度 一些偏後角度 他推上去 可以把目標球的力度減慢 14 即使他進去 就算中了的時候 目標球都更加容易跌落 這裏可以試試下來 不過 就是下來交接近黑球這個紅球 即是黑球左方這個 一將他拿走 拿分的條件就會大幅改善 這個是他最想打入的紅球 但他未完全是過來 有可能就是過來粉紅球 對落這條線 他一般地對 20 因為他現在交黑球左方這個 是勢力了很多 他現時屬於走失位 他現時就算可以打入這個紅球 他也要多了一個canon 出來的角度如何 白球和紅球 你上我 可以 可以 有可能在這些角度 已經要去教桌上方 最接近右上角尾袋的紅球 好 不要那麼直 27 27 你還好 羅伯臣那個 Q Power 他的力量是來得比較大 我移車做小角度 28 他今天在白球操控的部分 經常出現問題 這裡剛剛可以 稍微是勢力了 對 這裡也是要扯上去 以較藍球為準好些 較粉紅球就難拿捏 是啊 最差的羅伯臣是一個左手的球手 右手的球手來到這個位置 就沒有問題 他不會因為趴上桌的時候 受到桌上方的紅球影響 要搏場之Q 很快 羅伯臣其實身高不矮 超過6尺 這些鏡頭 不用握握握手 也算是這樣的 他蹲下來教粉紅球 他不是用一個扯進 找一個較大的位置 剛才說 為什麼可以扯上去 調顏色球 而他不用 就是因為可能是枕手 撥到上去的時候 身體要遷就 綠波和咖啡 所以他不想發力 他用一個膠圍 沒有那麼發力的Q法 下來教粉紅球 減低自己的失誤 一直的角度都是一般的 這裡又要打停 因為如果角度理想 推前 就更加容易 於這個位置就開始理想了 相信打合這個紅球 白球就送入位 其實什麼叫入位呢 我們經常都說 入位就是白球 以及他要攻擊的目標球 構成一些理想的角度 以及一些偏後的範數 這兩者一結合 就會令到白球的走位 很容易操控 其實在桌球裏面 最好就是 維持一個短距離的操控 也就是一個short game 因為如果白球 不停在桌上 要做一個較長距離的操控 就會在控制上 較為困難 譬如好像剛剛 他現時圍著粉紅球 做一些裸分的程序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程序 還要簡單到 不用多打幾個 因為他現在已經領先超過60分 打入這個粉紅球 就會領先69 到時桌面剩下67 即是說 即使他的對手 蘇利雲有機會 埋桌 都要做一些snooker 更何況他的對手 蘇利雲 都沒有什麼機會埋桌 兩位球手 拿過一局 都是透過兩次埋桌 69 70 角度太直了 角度太直 當然打入這個粉紅球 沒有問題 要找牙下一個紅球 有問題 贏了很多 右手奸西 撞完出來的效果 都不理想 73 非常多 和對手奸西 非常有殺傷力 谢谢大家